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吴秉承 又到了我們的料理時間 今天要做什麼料理呢 今天的主食才是 冬粉 冬粉在我們家庭裡面其實變化性蠻多的 今天我們就來一個比較有香氣的 高麗菜炒冬粉 一開始的部分呢先將冬粉泡水 冬粉必須要讓它稍微軟化 好再來就把這個高麗菜把它切塊 紅蘿蔔菜皮切絲 紅蘿蔔的部分是配色的 所以不需要太多 韭菜頭的地方我們通常都會拿來爆香 所以你就把它切小段 後面這一段呢我們就把它切斷 再來蒜頭 稍微切一下 蔥段 蔥擺的地方拍一拍 炒的時候可以增加香氣 最後再切這個五花肉 這樣就夠了 準備一個碗 把這兩個蛋把它打進來 先把它打勻 好食材都備好了我們可以來入鍋囉 接下來部分呢倒一小匙的油量進來 不用太多 不用太多 再把五花肉放進來 五花肉本身有帶一點醋油 鍋底的油量不需要太多 炒到炒香之後呢就把蒜頭 蔥段 韭菜梗 把它撥進去 鍋子底部的空間其實很大 我們就把蛋液倒進去 蛋就會吸收剛剛煸出來的酥油香 蛋已經定型了 紅蘿蔔 這時候可以下 高麗菜炒冬粉 鍋底的料頭非常重要 香氣的堆疊呢一定要把它炒出來 這樣子高麗菜進來之後 整體的香氣跟甜味就會加分很多 都上色了 這時候再把高麗菜放進來 大量的高麗菜在炒過之後 它甜味會增加 也會兜一些脆口度 這時候就把水放進去 水大約200ml左右 加個蓋子 讓它燜煮差不多兩分鐘左右 在等待的同時 我們冬粉 泡軟就好 冬粉的中間 再把它剪一下 好現在鍋蓋的部分已經冒煙了 整個的溫度已經上來了 稍微拌一下 你就會聞到滿滿的蛋香跟蔬菜香 做一下簡單的調味 胡椒粉 醬油 糖 其實它整體來講 滿像炒麵 要吃的地方 就是炒製的過程 你要讓冬粉吸收湯汁 所以等下下了冬粉之後 就不會再加蓋子 讓它再拌炒過程 快速的收拾 鍋底的水分 大約流差不多 170ml左右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冬粉 水分把它瀝乾 再把它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 你就用筷子 左右撥 把冬粉集中到中間來 這樣子的拌炒動作 你的冬粉就會很快速 也很平均的吸收到醬汁 慢慢的你可以發現到冬粉本身 一條一條的形狀 多餘的醬汁 慢慢已經收乾了 等一下炒起來的冬粉 它就會乾爽 鍋底已經完全沒有湯汁了 再把韭菜 把它撥進來 起鍋前 烏醋 米點上來 再來就是香油 你也可以用韓式芝麻油 可以點兩滴的麻油 增加香氣 好整體的Q度就出來了 簡單又快速的 高麗菜炒冬粉 我們可以起鍋囉 喔 準備開動囉 你看這個冬粉 晶瑩剔透 超級美味 冬粉就是這樣 越吃越好吃 這麼簡單的高麗菜炒冬粉 你學會了嗎